好 歡迎來到CodeCop的這兩天最大咖 最厲害 絕無僅有的座談會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非常多位大人物 就是來跟我們聊聊開源這件事情 也來自非常多不同的領域 那我們今天也有直播 我們今天時間安排是這樣子 台上我們先聊一下給大家一點啟發 應該前一個小時 這次我們還會有一點剩下的時間 大概是40分鐘左右 那如果台下各位或者是看直播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衝進來問問題 那非常歡迎 那我們會有 現場還有位置非常歡迎 就是直播覺得收音不順 就是非常激動一下跟我們互動的 就是可以任何時間衝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後面還留一點時間 是讓台下跟台上可以有點互動交流的部分 好 那我是今天這場座談會的主持人Mansky 那我們就先由最遙遠的那一段開始介紹 那我們最遙遠的那一段可以幫我揮個手 是我們的音樂人林強先生 好 那想必大家對林強先生的歌應該都非常的耳熟 很想 上前行 好 那我個人甚至認識林強先生 不是透過林強先生這首歌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謝和弦 那個應該這是我年代的歌手 他裡面就提到說聽著林強是上前行 好 我覺得原來林強是真的有這個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真的真的第一次聽到還是人家用他的名字 他的歌名 然後才發現五月天其實也有翻唱過 是重新剖取的 大家回去可以看看YouTube 我覺得非常厲害 非常了不起 因為一代音樂界的傳奇 台灣音樂的傳奇 好 那再來是我們想來Share Lake的設計總監卓智遠先生 那想必大家應該都對於台灣的報稅軟體這件事情 就是非常的頭痛 非常的 非常覺得我們真的不值長進 那在今年我們的報稅軟體有做了一個很大幅度的修改 所以提案人是誰呢 就是我們這位卓智遠 卓先生做的修改 如果不是有他就沒有現在厲害好用的報稅軟體 非常地了不起 還有湯鳳 還有湯鳳 沒有 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發明定理的 我們不會去管第二第三個人 對 這是第一個人 第一個人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們科學的慣例 我們要跟文哲說我們要科學 這是科學的慣例 好 那再來是我們華碩雲端的總經理 吳總經理 現在也負責就是政府想要推動AI雲端 把兩個非常Buzz的名詞放在一起 好 就是但我們一般聽到 像我看新聞 政府又不知道想幹嘛 就是很Buzz 可是真的是有人用他實力 用自己的企業資源 要把自成性實現製作出來 其實也是非常了不起 真的是做實事的 不是講恐話的人 了不起 好 那再來是我們的陳顯利 陳執心長 那是鴻海科技 富裕媒體的陳執心長 那大家應該知道 皮克幫知道嗎 皮克幫我們就下綠了 好 不是很好 有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我們的陳執心長 現在啦 目前做的事情就是自媒體 那希望就是利用台灣的華文資源 其實非常寶貴 放眼望眩 有哪一個國家還有所謂的正體中文 沒有了 只有台灣 那其實陳執心長 我們剛剛試一下聊天 不是試一下 大家一直在聊天 其實他就是想說 其實台灣現狀 漢字台灣的正體中文 其實有點被邊緣化 你看現在大家的用語 什麼都是跟著中國大陸走 我們看的有點奇怪 他們看起來就是很正常 其實就是有點被邊緣化的 那陳執心長 希望就是發揮台灣這一塊 有點像是 還沒有被開採的礦物 或者是說還尚未打磨鑽石 希望讓它閃耀 希望利用 就像我們說大數據好了 AI 如果各位有做的話 也知道 研究主要是英文嘛 就是英文語系列的居多 其實台灣 中文這方面 其實真的還有 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但是陳執心長 正在努力的地方 那最後兩位 就是我們Cost Club的老面孔 好 創辦第一屆Cost Club的 乃特大 對 沒有乃特 對 我們精神Cost Club 對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還有我們的Ernest 也是成績來Cost Club 非常地 中流砥柱 就是支持了非常多 Cost Club的各種事物 等等等等 也是非常厲害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會 時間成績的三個部分 主要 要讓各位大人物們來聊聊 就是Cost Club的 他們跟Cost Club的過去 一些有趣的故事 一些從來沒有被公開過的故事 是吧 好 還有 跟OpenSource的現在 還有OpenSource的未來 就希望就是可以跟大家 有些連結 一些情 好 那 過去 記得林強先生 以前是在做 創用授權CC的推廣嗎 那 請林強先生多聊聊這個部分 好 大家好 因為我年紀大的記憶力不好 所以我就把過去 跟OpenSource有關的事 在自己的行事力 去把它查出來 就說 我大概是幾年 幾月在做一些什麼事 我大概是2004年 接觸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 有一個莊迪睿老師 他把那個美國的一個新的 著作權授權條款叫CC Creative Commerce 引進到台灣 那我跟另外一個音樂人 叫朱約信 朱頭皮 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就跟他們聯繫 說我們對這種授權條款很有興趣 那後來我們就一直跟他們接觸 辦很多推廣活動 我們在2005年把Creative Commerce在台灣 確定了一個名字叫做創用CC 那我們在這個期間就一直在辦很多這種 新的著作權授權條款 那我在2006年的時候 就正式跟中華音樂人 就是這個詞作權學會解約了 主要就是為了要推廣 那個CC授權 那解約了之後 我所有的音樂的作品 只要上網 就讓大家自由的去下載 然後可以去複製散步 然後舉個例子 比如說向前走 我在自己的臉書上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要用到專輯裡面原來的那一首歌 那你就得要去滾池唱片買版權 可是那個歌的旋律跟歌詞是我寫的 你自己拿去用你要怎麼用 你跟我講一聲就是尊重我 那不講也沒關係 因為你就是有一個心意 取自一工用自一工 就是給社會大眾使用 所以現在台灣任何地方 只要有人拿向前走 去重新編曲、重新唱 他們不用付我一毛錢 那我覺得這就是 取自一工用自一工的意義 就是說今天向前走這首歌 或是林翔這個人他可以紅 就是因為寫這首歌 受到台灣社會大眾的一些喜愛 那我應該回饋就把這首歌 因為一般創作人不會這麼想 一般創作人就是想說 既然大家都這麼喜愛的 你要聽這首歌應該再多付我一些錢 一般啦一般 就是說現在絕大部分的主流應該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只要喜歡這首歌 你應該多付我一點錢 因為創作很辛苦 然後我在加州又有智產 然後馬沙拉蒂的車我又喜歡 諸如此類的啦 就是越多當然越好 那我覺得 當然每一個人價值觀不一樣 我覺得生活簡單 夠用就好 所以我也沒有在跟那個iPhone 我沒在跟這種高科技的東西 所以想說用這種取志技工 用志技工的觀念 一直在音樂的工作 一直在那邊看能不能做一些小小的推廣 那後來2008年我去交通大學 跟微型樂園的蔡宏賢先生 他們邀請國外跟英國回來 在做OpenSource的一些年輕朋友 做一些互動 就是我用音樂創作 他們設計 用PureData設計一些 自由的這些軟體 然後看能不能來做一些 音樂的創作跟表演 那後來他們這幾個人 在台北天舞的台北藝術中心 就辦了一個OpenLab台北 那我也跟他們有一些互動 那後來主要有兩個人 一個叫做李俊 他從英國學 有關這些數位藝術內容回來了 然後一個叫做沈聖伯 那這兩個主要的人 一個就回英國去跟他太太結婚了 那一個沈聖伯在2014年的時候 可能是做這些工程技術的人太操擾 他得了大長海就往生 就走很年輕 一個沈聖伯就是最早在台北 主OpenLab台北的一個年輕朋友 所以大家要注意身體健康 不要在電腦前面太久 就有時候也要出去郊外 走走看看大自然 不要一直盯著螢幕 不要一直盯著螢幕 然後之後我們就停下來了 因為這兩位跟我接觸比較頻繁的朋友 他們就多離開 那我能做的就是去關注一下現在這種自由軟體 到底發展得怎麼樣 那我就在紐約的一個公司 那個英文蠻難念的 它有一個合成器叫做Organet 它是用Lenux的軟體 然後用Pure Data寫程式做成古蹟 做成合成器 做成序列器編曲 然後就用一個小小的鐵盒子 加一些旋鈕 自己在那邊就可以玩一些聲音了 但是它這個是商業使用 它是賣的 但是它給你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是你可以自由 就是上電腦 USB接上去 自己就用Pure Data 自己在那邊自己做了 反正線啊 自己打 然後線自己接 然後可是那個賣的那一個 音樂的工具 需要大概一萬 在台灣大概要賣一萬六千塊的台幣 那聲音很有趣 就是它變化無窮 就是說如果是 你自己懂Pure Data 自己就可以玩很多聲音的遊戲 那我現在正在玩這個 叫Organet的這個小的軟體 那是紐約的一家公司做了 所以大概跟Open Source有關 一直到目前 然後到今天跟諸位朋友見面交流 大概就是跟這個比較有關係 嗯 這個比較好 聲音比較大 它會斷 其實很難想像喔 就是我小時候啊 第一次看到創用CC 是那個部落格 那個上面可以選 就是你要用什麼樣的授權方式 然後後來當然就聽謝何謙的台北台北 有提到林強先生 從來沒有想過這兩個東西是有關係的 今天 非常厲害 我那天聽人就覺得 原來創用CC在台灣是有這一段的故事 就真的有時候大家想起來 理所當然的東西 現在創用CC已經有點理所當然了 就是真的是有一些前輩們很努力的推廣 我剛才也聽到Open Lab 這個也是最近就是在台北 蠻紅的 紅很久啦 的一個 Maker的社群 也還知道原來跟林強先生 也是有一些關聯的 真的是 多虧林強先生的努力 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 那剛剛提到創用CC的概念 其實就是你可以把過去比較不好的東西 我們混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讓它變得更好 講到這個概念 就不得不就是要請我們乃特大分享 他當年就是創辦Cost Club的故事 那我們請乃特大分享一下這段不為人知 沉繃已久的往事 大家好我是乃特大 該知道我這個名字也是被人家叫的 應該有超過20年了 聽說這次比較大聲是吧 對 台下有當年一起 從1999年開始 從Open Source Worksho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Source 一路到Cost Club的朋友 其實有不少在場人 一臉就有瞄到 那為什麼突然會從前面移給一個 突然到最後變出Cost Club 而且後來有跑出一大堆亂七八糟 這些有的沒有的花樣 我不小心只好 那只有參與前三年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幾乎都是在中東地區 那邊很安全沒有打仗 我去的是沒有打仗的國家 我沒有去參加IS 我沒有去參加恐怖組織 如果說有興趣往那邊走的廠商或朋友們 跟我聯絡一下 不是大家廣告 只要讓大家知道我還活著 其實我們回過頭來講 因為剛好主持人先Cue我 其實我有點壓力 我原本以為我真的只是來當人行立牌 只想用一個這樣子 簡單說 Cost Club一開始只有三個字 提讀咱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在座有參與到那一段時間的歷史的朋友 老朋友們就知道我不是在武藍 只不過是因為 因為我們原本都認為 Community Open Source 本來就應該是由社群 由Community來發起的 那可是呢 可是呢 經過某一個事件 某一個協會 就突然把跟社群有關的東西拆掉 那對我們來說就是 當時的那個活動叫做 國際開放圓馬研討會 ICO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pen Source 結果 我就沒拱出來 不要說我沒拱出來 其實真的 因為那幾年 基本上社群議程 或者說是不小心就不用 因為已經交給那個協會了 所以我也不用再當總召 這種事了 那發現社群議程被拔掉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 欸這樣不行 因為如果沒有社群 不會有接下來繼續的發展 所以就決定 好 我們自己搞一個 那 在2006年的 iCourse的最後一天 當天我們就決定要做這件事 隔天我們就發起第一屆的籌備會議 那當天在場的也少數幾個人 欸 葉平大概大家都知道這個名字 欸 後來的第四五六屆的時候 你知道 好 很重 我是第四屆開始加入 對 然後 柏豐這個名字 大家也一定知道 那天基本上就是我們這些人 另外我印象中還有KC KC成 這些人就在場 那 那 當天就決定了 原本的名字應該是說 欸 Conference for open source 但是呢 C跟U跟P3的順序 原本是叫做CPU 那是PIN決定的 我說這樣不行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圈子一定要扶手一下 所以說 就故意要叫Call 要叫我的Cup 不管是 肚臍以上的Cup 還是肚臍周圍的那個Cup 隨便你去想 所以 名字就定了 然後就當天就決定註冊這個domain name 好 所以說回去找domain name的註冊資料 欸 註冊人還是掛在我身上 然後接了下來 名字的來源是這個樣子 所以 前兩年 前三年嚴格講起來 官方網站有兩個 一個是官方網站 台面上看得到的 另外有一個二高網站 因為當年電車男很紅 電車男就有一個 官方網站跟一個 枯手版的網站 那個時候我們也是這樣搞 好 一路就這樣下來 但是 當時我們沒有人敢想像說 到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實在是 出乎意料之外 可以把Cup本身都變成是一個 類似community的東西 很抱歉我 還是不稱之為community 因為我們認知community Cup本來不應該變成考慮樂體 原本我們認知是這樣 整個故事非常長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Kidu 後來所有的 我們其實 從一開始就覺得 KiduLine這件事也是讓事情發生的原動力 我想 主持人應該可以去接下去 沒錯 我自己寫很多open source 就是 為什麼要做一個open source 就是本來太難用了 那公司為什麼要把全部的東西乾掉 就是因為太難用了 就是不行 就是覺得不行 對 那要講到KiduLine 就要 就要 講到我們今天台上六位 是六位嗎 的KiduLine代表 就是 我們 今天 把我們報稅軟體整個翻掉 以前那個垃圾 抱歉 抱歉 我再講到人家直接已經不在了 現在是更新更好用的 報稅軟體 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那我們請 大家笑得很開心 分享一下 好 好 我分享一下就是 我相信大家 工程師最討厭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做的軟體做出來之後沒有人用 非常討厭 沒有人用已經很討厭了 就是人家用了之後 還去幹掉你們這個軟體 你就更覺得 哇 好難過耶 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去年五月 所以才正不發生的這件事 那我身為一個酸民 對就是當年五月的時候 其實我就看到這件事 我就看到了那個 我就看到就是 所有大家所看的 就是像剛才講的 是所有人的貢獻 所有人的貢獻 他的不一樣 不一樣貢獻是大家都在網路上幹掉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很不高興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朋友 他在寫說 我覺得要改這個東西 應該要 應該要怎麼改 怎麼改 可是他覺得這件事情在政府發生的幾率 應該是零 然後我就覺得 啊真的是零嗎 真的是零嗎 真的是零嗎 這個想法真的很重要 然後我就說 嗯 好啊 就是我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去改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桃公有一個平台 叫做救命平台 然後上面有一大堆 很神奇的提案 什麼 薩威瑪是一種動物 我休假要編繫 的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說 欸有這個平台那我可以去提案看看嘛 對 那後來就覺得 是啊 我覺得像財政部 他們大概有能力處理財稅的資訊 可是這個 關於這些資訊 怎麼去建立一個系統 財政部可能沒有這麼清楚 欸你糖部那邊很清楚 OK 那我就想辦法把他這兩個人 就是欸財政部的問題 糖部你要出來解決啊 OK 然後就把這兩個人掛勾在一起了 那掛勾在一起了 他們就覺得 好啊 我要趕快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一開始是從這個方向開始 我覺得 我不想要只當一個 就是在網路上鍵盤的酸筆這樣子 就是一個 本身是設計師 設計師就是 你給我兩條路 我要選擇第三個 這樣子 就是 我真的只能酸 或者是 就是很不高興的接受嘛 對啊 那我 除了這兩個路條之外 有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那我一直罵政府 那政府什麼時候才會改 然後我想 把我自己來做好了 試著做做看 然後一提 兩天他就 他本來要連署 後來那個是財政部的 他那個 裡面的人 他就說 不要不要不要連署 不要再找五千人來罵我 他就說 好我馬上做 他就不用連署 他就直接做了 對啊 然後這是 這是這件事情的開始 是這樣子 對啊 當你看到一堆人都在罵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機會 就是這樣 既然大家都有這麼不舒服的感受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再來才進到一些 像 怎麼跟工夫們溝通 對啊 其實你要跟財務部溝通 他其實 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他也很委屈 我做了很多事 這個軟體已經用了十五年了 為什麼今年被凋生這樣子 那 我就要下去 去協助他去接受這件事情 讓他覺得這件事可以改變 我就跟他講說 不是因為你變 不是因為你做錯 是因為使用者變 使用者怎麼變 因為手機普及了 所以大家網頁 網頁都做著responsive 所以他都做得很簡單 就很清楚的文字 很明顯的icon 你在一看就知道你要去做什麼 然後所以 當大家已經熟悉這個界面的時候 你再讓他去看到你的那個過去十五年前 去做好報稅界面的時候 我有一個 我訪談到一個使用者 他跟我說 那這個是報稅軟體嗎 這是密之逃脫遊戲對不對 就是 我不知道我要按哪裡 然後我不知道是去 拿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結合之後 我才能變成要數 來進到下一頁 這樣子 對他來講是像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是帶著他 從使用者的觀點去看 他們使用者看到什麼畫面 他怎麼拿你跟其他人比較 而使用者是怎麼樣改變的 以前我們熟悉的是 你看Windows 要去刪除一個程式 你會怎麼刪 你找到控制台 找到新增安裝程式 再去找到你要的那個程式 然後再去按解除安裝 然後他就 還不見得刪得乾淨 可是你現在手機要刪一個APP 要怎麼刪 長按XX 結束了 這個程式沒了 這是他比較的標準提高的 因為是這個環境改變的 不是因為你做錯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 好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做這件事也不難改 很多事情只是把layout 弄得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視覺把它弄得 你其實流程做得不錯 只是你放太多文字在上面 讓使用者比較熟悉的方式去做 做的這件事 他其實不是很困難可以改 所以當時讓他覺得 不是我的錯 因為你有辦法改 好啊好啊 那我們來改這件事情 讓他比較好接受 那這是之前 就是讓他接受的階段 還有當中說 那如何去讓他比較接近使用者 我在開始製作的時候 比如說我就找了 就是 開了工作坊 找了那些 規劃這個服務的人 就是財政部內部的人 然後說 我們來自己來試著畫畫看 說這個 這個界面長什麼樣 然後我們開始在做的時候 那些財政部的官員 就非常的緊張 就說 我要規劃這個軟體 如果不結康的話 那是不是有我負責 所以其實他們那時候 很不敢畫這件事情 那我們設計師又沒有這個姿勢 那怎麼辦 然後我們 還好是我們找一群民眾來 就是設計師不知道怎麼畫 財政部的人很緊張 可是民眾的感覺是 就是 我可以改變到 所以這是財政部的軟體 好棒耶 然後他就畫得很高興 你知道嗎 那一天還是 那一天還是 就是平常日 所以其實來參加的 都是一些媽媽們這樣子 他說 你這個財政部的軟體 就是 我們要了解他們 怎麼去認知你這個軟體 你看原本他覺得是 密室超多遊戲 那他又說 你可以怎麼去認知這個軟體 就有一個人跟我說 那個東西跟買機票啊 訂房 這差不多的事情嘛 就是 我要先選 時間 再確認 確認身份 然後再確認房型 然後再 然後再 預約 然後再給錢 那這件事情跟報稅差不多嘛 我先登錄之後再看我什麼 身份 然後 撫養清楚 收入多少 扣除多少 然後繳錢 然後申報 那你告訴我總共有多少個步驟 然後我現在做到第幾步 然後說 原來你覺得他跟這個付款的流程是接近的 然後他也畫了一個他想的這個介面 但是 其實後來沒有照他畫的能源線去做 重點是我知道他為什麼要用畫出這個介面 他要的是 他要的是能夠知道所有全部的過程當中 他做到地址部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方式去 去設計這個介面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就可以跟使用者原本的認知比較接近 因為我本來就先問過你 那後來 就是在當中的時候 那最後結束的時候就是 你軟體出來之後也要宣傳的件事嘛 那其實那時候就是 有一個記者會說 我們把報稅軟體做好了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我有三分鐘可以講 我要講什麼話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在台上列席的人 有什麼財政部啊 然後行政院的人啊 還有其他的專案 那我三分鐘我要講什麼 那你看 你看每一個記者會 他可能在台上講的都是 我們政府做了這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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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做了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 唐鳳做了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 然後你聽完之後 台下你覺得 聽完這些人講這件事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在講什麼 他們在講說 我做了好多事 那可是對聽眾來講 就是你做了很多事 那所以呢 說關我什麼事 對啊 那我就在想說 那我要怎麼去宣傳這件事 怎麼站在民眾的角度 他需要知道的東西是什麼 那後來就想了三件 三個可以宣傳的事情 第一件是我覺得 這個是台灣的價值 因為對岸沒有辦法去罵 然後還可以自己去改 然後 這是第一件 那第二個件事 我說 你如果身為一個專家的話 你是不用參選台北市長 也可以去改變政府的事 因為當時一對 你要參選台北市長 然後這兩個 好像記者也沒有什麼興趣 都沒有什麼報 那第三件事 我就說這件事情是 我是酸民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 然後這件事情 就比較多人報 所以其實我就在找說 這件事情 我不是在跟你講 我中文的博士 對這件事情 使用者不在乎 你要告訴他的事情 這件事對他來講 有什麼意義 對啊 那其實就是 這段過程就是 不斷地換在不同人的角度去思考 說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什麼意義 這件事 那我分享這件事 其實也是希望 分享完這件事之後 明年就換你們來做這些事 你知道這些事怎麼做 以前這件事不難嗎 只是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 就好了 明年就換你上台講 真的大家我們平常都 大家互個長好 真的非常謝謝卓先生 真的沒有他 就沒有我們現在 好用 親切的報稅軟體 那我自己聽了也是 蠻有感觸的 我平常身為一個酸民 你在那個 歐飛的小弟爺 在Facebook酸 一定會的 那大家想想 如果你在打字的時候 我們同時可以用 OpenSeal的精神 就是充值台灣價值 好像聽起來蠻不錯的 我們現在的政治人物 也是用嘴巴 在講台灣價值 但我們可以用鍵盤 打出一點程式 打出一點提案 真的可以那個 台灣儲值卡 可以多一點台灣價值 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方向 非常謝謝卓先生的分享 那就是提到這種 堵欄的事情 我剛剛在聽介紹的時候 也覺得我們的誠實心長 應該是對於台灣的現場 其實有一點堵欄的 好 大家有請陳平常分享 他堵欄的地方 好 謝謝 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CostCop的 那個活動啊 那因為過去我都是在 商業做商業行為 我擔過很多大型的 零售服務商 特利烏拉 厚拉拉 燦坤 那在這些傳統的聲音裡面 雖然我負責電商 或是虛實講的數位轉型的工作 可是這些傳統的生意 其實都是靠著 資訊不流通來賺錢 例如說 你們去特利烏買一個水桶 千萬不要去知道嗎 沒有比雜貨 好使用 對 它沒有比較便宜 它不是因為量販 比較便宜 它是透過它品牌加持 資訊的 資訊的階段 讓你覺得 它是一個比較不錯的手選 所以在這些傳統零售商 當我遇到的問題是 其實資訊無法交換 它沒有辦法創造更多的價值 沒有辦法創造更多的商業行為 所以 其實台灣的整個GDP是往下走 這個很可見 那 所以當我決定要離開這些商業行為的時候 想說還是要活下去嘛 所以想說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行 什麼樣的方式 讓這些零售商業服務的行為能夠成長 其實關鍵在用戶 而用戶不是在擷取它所謂的成交率 如果有做電商的業者或朋友就會覺得說 其實費者廣告越來越貴 其實並不是它越來越貴 是它其實造成的 是因為大家集中去競標那些會成交的人 所以供給少額需求多的時候 它就越來越貴 所以在這樣的關鍵之下 怎麼樣讓我們的消費者或用戶 把它原來潛在可能的消費動機 落實到它的消費行為 所以我才從所謂的自媒體 從文字上的解讀去匯集它的動機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一些中文語音的分析 透過內文的拆解 你目光落在哪一個節點 而透過那個節點的關鍵字的關係的關聯 跟關鍵字的價值 討出這個人可能他潛在東西是什麼 去串聯商業行為 講了一大堆 其實後來我發現做這件事 遇到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是內網站全部蓋板 當內網站全部蓋板的時候 你沒有動機 就是所有的點擊行為都是被強迫的 那它其實不符合 Open Source的精神是 它沒辦法分享 沒有辦法夠好 所以才開始有了自媒體計畫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階段在做的事情 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希望當這些所謂的生活經驗的文章 其實大部分是部落客 他們能夠用有價授權的方式 說怎樣免費授權真的有點困難 所以還是得讓授權 公益授權這件事情 跟經濟行為綁在一塊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形式 透過他們的文字的鏈結 一個部落客可能只能寫十篇日本自由行 可是串接起來可能我們就有一萬篇 而這一萬篇我們可以分析成 可能它跟機票有關 跟飯店有關 跟吃喝有關 透過這個形式在做資料的匯整結局 那其實就是藍年報 只是我們現在的藍年報的做法 是用機器學習去處理它 透過這個形式流量自然增加的原則之下 自然就會產生新的經濟價值 不管是廣告或是剛剛講的 它導入到消費零售的一些價值上 舉個例子吧 就像常常舉個例子說 我在看巴厘島的文章 難道我就真的想要去巴厘島旅行嗎 搞不好它是想要去巴厘島買房地產 所以其實我們透過這個形式可以找出 它在閱讀當中 它的基因裡面 它想要做的行業是什麼 這些後面所有東西 我們用的很多就是 都好像現在的computing的做法 其實都是open source的內容 其實我們沒辦法自己開發 因為大家都開發得很好 那也歡迎大家自己開發 我們才可以持續使用 透過這個形式我們把參數調整完 有不同的參數不同的文章 不同的商業取向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出新的價值 而台灣就不會受限於說 因為人口越來越少 或是我們互相搶食的經濟行為越多 而造成整個我們想說 現在大家薪水不漲 或經濟狀況不好 而往下跌倒 所以表面上我們在看 我們在做的是 書的內容被合理性的使用 實際上也是希望透過這些內容 產生的數據去做鏈接跟延展 讓台灣以台灣為主的 中文文化這樣的形式 能夠擴展到其他的地方 那畢竟中文生活越來越多 那這個是我們未來其他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就是 不少某一些內容網站 蓋板蓋太兇 各位都有這種經驗 就是我只要打開某一些網站 我第一件事情是關掉它 甚至我就把它屏蔽掉 這其實不是一個 對內容創作者非常好的事情 那其實我非常傷心難過的是 通常做這些蓋板行為的人 通常都是原來是出版業者 他會這樣去對待他一個 就是好的作家嗎 他不會這樣對待的人 可是他卻用這樣放在網路上 這個開放的一個工具 或是介面上用這樣的行為 去賺很簡單的錢 他自然也造成廣告行銷業者 在有效度上的問題 例如說CPC越來越低 廣告越來越沒有效 然後就用更大量的蓋板 來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完全都是惡性循環 完全是惡性循環 所以這枚體計畫其實就做了兩件事 就是內容上的重組跟變現 然後再來就是流量的 關聯性的變現 讓這些事情可以比較自然而然的 產生經濟價值而是擴大 所以我不敢說是賭籃 因為這個 但是是不開心的 是不開心的 那這個就是剛剛說 遇到困難可不可以動手解決 否則鴻海幹嘛投資一個做我文字的公司 鴻海澳投資 鴻海澳投資 就是鴻海澳其實非常很努力 因為願意投資在新創的事業上 所以如果各位有好來的 有好的解決方案 也非常歡迎來我們集團 有我可以為各位引建 跟郭老闆聊一聊天 搞不好就可以拿一些錢去實現 自己的影響 就做到那樣的形式 謝謝 好 最近主持音長的分享這段真的非常棒 那這邊也要幫匹克邦 不好意思 因為已經講名字了 其實匹克邦也是蠻支持open source活動的 我們其實不能 就跟我們協助政府改善報紙軟體一樣 其實主持音長在做的信是為我們現在台灣其實可能部落格的市場 已經有點死水 也是居入一點新的活力 大概就是要讓彼此切磋才可以彼此進步 所以也不要 大家也不要想太負面 有時候雖然是啟度人 可是我們其實都是希望讓事情更好 我相信也是主持音長的一個初衷 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了一些大數據 好 那應該可以請就是 吳總經理幫我們分享一些 在華碩使用AI考 其實也是跟政府 我幫你台灣的政府 我們新的 台灣AI的計劃 那現在就是由 吳總經理這邊 進行身體的階段 的一些 的一些計劃 那我就請 請 不好意思 總經理分享 謝謝主持人 我想我就 先 講一些我們過去的故事 來幫他連結 華碩跟open source 跟目前我在待的部門 運動部門的關係 各位還記得EPC嗎 2007年華碩那時候 用Linux的作業系統 有一個我覺得很成功 而且幫華碩整個生意都帶上去的一個 借助於Linux社群 所帶來的產品 就是在幾個月之內賣了幾百萬台 那 那是一個 我們跟open source社群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聯 但也在那個時間點 華碩的司董事長他們覺得 他們想要來試試看做 Global Scale的Internet Service 因為EPC的成功 讓他們看到了 User在使用軟體的改變 再也不是FaceTop Only 而是Connected Service 那我們既然是覺得未來是Connected Service 華碩希望參與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藉由在EPC的那一個momentum 那時候華碩把我們這個訂收購進去 希望去做一個Global Scale的Internet Service 所以 如何做到一個一億人用的一個單一應用系統服務 而且你全世界各地都要有機房 你要用什麼樣的軟體去建構出這樣的系統 那就是華碩雲端從那個時候開始吧 那雲端系統 或是我們講大型的這個系統軟體 其實本來就是Open Source很重要的User 或者是Contributor 那 所以我們也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有一些自己建 有一些使用社群的軟體一直到現在 那 我想 就share一個我們跟Hadoop的關係 來幫大家多一點這個 看是不是有點油血有肉有淚 我們在 我們的 這個 我們在做iCloud-like的Service 那所以儲存功能很重要 那我們在第一版的儲存的這個Stack 是我們自己K-Paper所做出來的 但 在2009年 其實近快十年前 我們的工程部門就跟我說 Hey Peter 這個Hadoop的HDFS看起來不錯 那時候還是0.20版 各位有摸過嗎? 賣造以前 就說 欸 community做得不錯 我們為什麼要自己來 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去使用community的東西 那是我們跟Hadoop的第一次緣緣 過了9月以後 我們找到了三個很關鍵的理由 逼我們放棄這個想法 但這個技術細節不談 但我們第一次跟Hadoop的淵源 就是我們使用open source 發現 其實不是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問題一樣 你就一定能用 你可能要回去了解 原來那一群人在發展這個community 產生那個code的時候 他在想什麼 他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再往後面 他跟你的問題是平行線還是會有交點 但我們那時候發現 其實Hadoop是做batch mode process 跟我們要做online service 其實有本質上的差異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 我們碰到問題 其實他們可能永遠不會解 所以我們就一然決然地放棄 原來的想法 這是第一個原源 第二個原源 是我們在2012年 想要做large scale 的online video transcoding 因為影像上傳上來 要做一些後處理 那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工程部門又說 map reduce control 我們為什麼 我們這次就不要再自己來 我們就去用patch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把他的jab tracker patch tracker 納進來 加上自己的東西來做一個 這個on-demand 這個large scale medium transcoding 那我們也上限用了 我們在兩個 這個在美國跟台灣機房上限去試用 用了幾月發現 乖乖 為什麼那個capacity 那個utilization一支 停留在一個詞就上不去 後來真的下去看看 發現原來是他的schedule 跟我們想解決問題也還不一樣 他是batch mode again 我們是這個 比較ahoc式的 你就必須要自己下去寫啊 所以那時候我們第二次跟hadoop的圓圓 不是hdfs 是另外一個跟computing有關 其實也是fail 但fail的原因其實我們會覺得 我們還是沒有很認清這群人 原來他們想解決問題 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第三次圓圓就是 我們想要發展自己的time series database 類似influxDB這種東西 我們去用了hbase 我們就用得很好 我們跟他相容很好 我們改他的code 把它跟我們原來的自己的底層 結在一起 但這個跟hadoop的故事 但一方面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跟各位每天的生活很貼近 但另外一番是我覺得 我看到open source 不能只看那個code code只是一個時間點的snapshot 我們跟他去認識那群人 那群人現在關心什麼 過去關心什麼 他其實有一套邏輯在 所以我們如果不了解這些事情 我們只是去用它 其實最後也用不好 所以我覺得code's cup 是很重要的場合 我們可以在很短時間 認識很多人 大家可以talk 大家去想這個問題 你原來想要解決什麼事情 這個我覺得很棒 但我也希望曾偉 能夠多給大家一點錢去參與 或是應該說不要講 這樣講到有點太這個 就是讓我們融入國際的community社群 像上禮拜剛有的open infra 或是現在有很多XXCOM等等 希望能夠多爭取代台灣版 或是slack一些好的community的代表去國外 我覺得這個連結 有一些人跟人的連結 最後也很難被email這些取代 所以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 那最後多一點點幫科技部打一點廣告 就是我們在今年幫科技部打造 4年50億的AI Cloud 我自己看來其實跟10年前華碩想做 那個iCloud的service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甘於我們只是user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是一個人 我們撇開商業化的考量 我們覺得台灣應該要有一套自己很大型的AI Cloud 所以各位看到新聞上面的那個 不是只有Hawai 其實在標那個案子的前後 大家都知道軟體是關鍵 所以我自己目前正在擔任這個計畫主持人 我們每天都很難睡得好 就是它裡面都分了13個子系統 用了幾十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我剛剛主持人說一道具體的例子 比如說這個storage我們有四套 裡面有兩套是safe 一個1PB 一個10PB 其實很大的scale 然後computing用的open stack 用了兩套去用pike 比較新的version 再往上job schedule 用了slum AI container的那個engine 我們不用現成的docker 我們自己build 其實要撇開這些 跟Media之間的license的problem 然後再往上API的proxy 有沒有控 其實也沒有更好的答案 因為我們如果不自己來 也沒有人幫我們做 我們不是只是當service user 就是試著用這次的機會 proof給全世界看 台灣 我們這個團隊下200人 有華碩自己的有協力廠商 其實裡面已經有很多open source 社群很關鍵的人 我們希望在11月初 這個系統正式上限的時候 可以proof給全世界看 我們是可以打造一個 這樣子scale的服務給proof給他 看到這個過程中 需要大家很多的幫忙 也希望大家知道 其實政府還是有一群人 願意把機會留給他朋友 我們一起努力看看 謝謝 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 好 那想跟大家也分享一點點自己的心得 就是我比較引擎嗎 這邊比較年長一點 然後就各種交流 不好意思 不是嗎 我不想故意的 真的嗎 這事實嗎 你自己算下那個平均嗎 有沒有 因為最近偶爾會跟一些 就是上不同世代的人交流 有的時候真的是這樣 因為像我們剛剛分享 臨場先生 然後乃特大比 就是我們比較自由精神 rocker精神 那種游騎兵 游騎兵的這種態度 我也是啦 那有時候對抗一些政府 我們都會覺得是對抗 那剛剛總經理就是蠻好的一個 就是一個大組織裡面 看我們的想法 他其實是想要跟我們合作的 但是只是出於不熟悉 不了解 他沒有在嘗試 那我覺得我們這些 相信在各個多數應該是 就抱持著一個自由的心 然後對抗大企業 那種想法 其實我們其實是可以多合作 那台灣其實 真的非常多優秀的工程師 不管是軟體工程師 還是什麼樣的工程師 如果我們可以彼此合作 那要打造一個 世界級的AI code 或是任何東西 真的是不可能的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一定可以 但關鍵就在於說 可不可以打開彼此的心 不管就是 舉例舉得不好 還有一些想法精神上不同 如果可以融合起來 大家一起努力 朝同一個方向前進 我們相信應該是可以有一個更美好的台灣 那說到更美好的台灣 就要請各位大人為我們分享有沒有 對於open source跟未來 尤其是政府方面 不一定要是吧 等於一些期許跟一些想法 希望我們今天與會者 或是政府 或者是彼此 可以做些什麼 來創造一個更厲害更美好的台灣 那我們先請 Ernest幫我們起個頭吧 哈哈 現在跟政府比較少打交道 但 我剛剛 跟各位魚殘人 聊到幾個關鍵的東西 我試著 延伸聊一下 就是說 像納特達他在Costcap是 Founder 他創了這個東西 所以他會有一個初衷 把Costcap帶出來 那Costcap這個 COS CUP 前面這幾個字我們都很熟了 open source 那CUP 這幾個字其實取得很妙 就跟原本會變CPU 然後後來變CUP 各種歪掉的可能性都把它留著 那Coder User Promoter 他帶出一個很美妙的東西 它是一個contribution的cycle 我們寫了程式把東西做出來 我們灑出去給大家用 然後接受這個feedback 然後透過promoter 繼續把它灑出去 形成這個循環 讓資源可以交換 讓裡面 讓資訊可以交換 讓東西可以流動 所以那個時候 剛好我來參與Costcap 擔任志工工作人員的時候 應該是第四季 所以剛好我跟納特達錯過 2009年的時候 然後剛好那一年是第一次跟 Gainless Asia Vondation合作 合辦 然後那個時候我是擔任外交官 然後後來我都一直玩銷售組 我那時候參與的動力就是說 我希望社群在這整個community 在發展這個conference的同時 要跟各個行業各個產業各個建 要互動 要產生資源交換 那這樣子才會是兩性的循環 才不會我們 悶著頭 撥在電腦前面 然後自己 自己坐了自己很多的輪胎 但是都沒有組成一台車子 讓大家去用 這次那個時候我一直很熱衷於 玩銷售組的原因 對 然後故意離題了 然後故意把球再丟回去給主持人 那時候都可以給我 我去上班 好 好 那就是 其實就是還是成交了一個交流 那相信 好怕休息 可惡 好 那你再幫我一下 我才想說把麥克風放到外面去 馬上就回來給我 沒問題 這個 爛攤子這個常常收 對 在座可能比較早 比較早認識我 你就知道 其實我在創Cost Cup 那一段時間我來職策會 然後我一直在職策會 復國防疫 然後到後來 繼續待到2011年 然後自己才離開 好 那但中間 離開之前 就是我離 前三屆總召單完了之後 我就開始在中東地區常駐 然後 後來第二任 接下來的總召業 也是 搞了三年之後 就跑去美國了 所以後來的總召沒有一個人敢接三年 柏強 雖然說一天到晚 在 基本上在Cost Cup裡面還是很熱衷 但他從來不接總召 這好像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不是重點 重點其實是 重點其實是 應該是說 這個社群要繼續往下轉 本來就應該是要有各種各樣的動力 好 那 剛剛我們在 在開始之前的閒聊 我們也提到說 欸 我們也提到說 一開始我們雖然說 像 open source open source open source繼續走下去之後 欸 在 大概 2000年開始 從open source workshop 變成iCost的那個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看說 欸 下一個階段應該是應該要走向open data 再下來就是要走向open mine 但是這些事情 在當年我們都不敢想像什麼時候會發生 只知道應該要發生 欸 花了不少年的時間 欸 終於突然看到了 在一個因緣機會的狀況之下 gov0 去0v 欸 跑出來了 而且 雖然說我不是講說key1是對的 但是很多事情就真的是因為堵爛才開始 gov0也是這樣子開始 這個 Oshy在場後 我們 雖然他現在是 如果說是以我們的角色來說 他嚴格講起來是站在比較靠近甲方那邊 但是原本我們其實大家都是乙方 對不對 我們是作為使用者 我們是作為不爽者 但是呢 還是要有另外一個方面跟我們對接 整件事情才會走動 這個是open data 但是接下來的話就是要 再往下一步是什麼 大家要開放心胸 對 因為你沒有開放心胸 永遠都是用 如果繼續是用著 因為堵爛而怎麼樣 但是這個堵爛是負面的堵爛 就像剛剛聊到的 因為是酸民的角度 那個其實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那當年要不是一股熱血 好 硬著頭皮砸了幾年的時間 到最後 說實在那個時候其實也做得很痛苦 因為 白天的工作還是會 還是會 還是要做 然後呢 老闆也會抱怨說 我做這件事情 對我這個組織有什麼好處 雖然說一樣是財團法人 那政府所處的財團法人 那這個也做得很痛苦 然後呢 接下來就被丟到國外去了 然後呢 就變成是長時間在那邊 跟老外打交道 不過如果說有興趣 想要跟不同國家 不同國家的open data 夠了 這個已經超過我們打廣告的擴大 不過剛剛說到open data跟open mind 就是今天我們的組合真的是蠻open mind 我覺得真的蠻好 但是說到open mind跟未來 就可不可以請這個Mozila代表 分享一下那個common voice的計畫 那我們這個正過這個階段 就是希望大家聽一點故事之後 現在心中應該有點熱血 就真的是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來改變 那其實這些心中有些熱血 可能有些同學現在才開始 其實有些人已經在正在實踐一些未來了 那 剛忘記了吧 剛QM要怎麼樣 就是Mozila的common voice 那請那個 恩明神幫我們分享一下 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未來 好 那我延續這個open mind的話題 我分享兩個 一個是Mozila Foundation 有一個project 叫我們那個common voice 然後第二個我來分享 跟通訊協定有關的open mind的一些想法 那 Mozila Foundation它做了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如果創作了一些東西出來 我們要再去 假設我創作了一個文章 或者是音樂的段落 那第二個人想要使用我的文章 或者我的音樂段落 去做下一個remix的創作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授權的問題 那這個授權在早年 沒有創用CC 沒有creative commons CC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得要等 要去問原作者 原作者可能很忙 或者原作者 壓根本沒收到這件事情 他根本沒有回覆 那所以我的第二個人 就無法繼續做這個創作 那 拉回來這個 有了creative commons這個 快速授權 我在創作的同時 我就已經交代了我的授權形式 所以後面的人 可以快速的來使用這個東西 那 那 我們現在fondation 做了這個 跟聲音有關的事情 他也在做 另一個思維 以前如果我們要自己 build一個speaker 然後要跟這個speaker 講話 在speaker裡面 得要有一個engine 就是訓練好的 某種邏輯 或者辨識的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 得要有很多很多人 講話給他聽 去訓練出來 那 平常的訓練 我們都會找出那個 自證腔圓的北京腔 然後 訓練這個非常 自證腔圓的回應 或者他是聽得懂這種話 所以突然你跟他說 那個 剛剛哪個大姐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台語 Kidu Lan 那突然他就聽不懂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train他 Kidu Lan是什麼意思 那Kidu Lan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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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摩扎他就想了一個方式 那我們 把所有人的聲音 放進來 不同年代 不同地區 不同時間段的聲音 在同一個句子 但是不同人 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來唸這個句子 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把這些結果收集起來 然後來train一個model 讓那個speaker 可以跟我們對話 那這個概念 是在 open source這個社群啊 整個的精神下面去 open mind這個精神下去 去run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漂亮的model 之後 就算我們可以讓他做 其他進階的商業應用 也都是很棒的一個 很美妙的一個事情 那另外分 第二件分享一個 另一個open mind 就是我自己在一個 很封閉很小的傳統產業裡頭 叫做室內建設器材 所以 門外面的我們都不管 那室內建設器材 比如說跑步機啊 腳踏車 這些廠商呢 他們是各自為證 他們沒有一個產業的標準 通訊的標準 比如說通訊的標準 比如說通訊的標準是 就是我按了某個按鈕 讓跑步機的馬達可以開始運作 然後讓我們可以站在上面採動 那這個通訊標準是沒有的 那我在剛入行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那我就開始跟我的同事 跟我的老闆 股東就開始討論說 我們能不能open mind來想 我們不要只有自己硬幹的一個東西 我們會動 我們讓大家都會動 那這樣子 把這個通訊 寫定通訊的規格 這個Spec Protocol的東西往外閃 所以我們就舉手 我們就跑去了 Bluetooth SIG 藍牙技術聯盟 就參加了Working Group 就舉手 就跟大家一樣 也沒到Kidu來 但是我們覺得事情不夠好 我們想讓它變得更好 那就舉手 就參加了這個Working Group 開始把我們知道的 建設器材的相關的事情 User Scenario Story 先跟大家分享 進行open mind的溝通 那不同角色跟不同視角的人 看進來 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在大概三年半的過程當中 把這些事情慢慢的調理化梳理出來 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 outcome 那它在去年的情人節的時候 發佈了一個叫做 Fitness Machine的Profile跟Service FDMS跟FDMP 那這兩個Protocol呢 就implement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大廠 那大家都念得出來的名字的大廠裡面 它都implement的這些東西 所以未來我們透過這些裝置啊 手錶啊 手機跟建設器來互動 那初衷是我們用的這個open mind的精神 去推動了這個結果 那會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 對 好 那各位大人物門 就正在今天主題 還有什麼想要跟大家說的嗎 我講一個那個 大家可以做得到的未來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 就是我跟你的同事 在組一個讀書會 就是我們不同公司 可是我知道有一個那個 學問叫做Jobs to be done 用途理論 它很紅 在國外很紅 在台灣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就想說 這東西可以怎麼用 然後我們就組了這個讀書會 去找說 基本上就是把user story 變成job story 那怎麼去做這job story 我們看完之後我們看不懂 所以說我們這一群人 我就想說 我怎麼去做一個實際的案例 可是我自己 用在公司上其實有點困難 那怎麼辦 那我就去公布你們的事情來做 所以我其實就是想說 好啊 那我們來研究一下健保卡 因為健保卡正在改版 那他們也疑惑說 我到底要怎麼去改版 那好啊 那我就用job story 用途理論 我們去試著做做看 那我們做出來的時候 也許可以協助健保卡 只要知道怎麼去改版 那這些事情就是 你如果把這件事情 找一個例子去用清楚 弄透的時候 然後講給別人聽 你的同事把那些job story 寫成那個media嘛 對不對 他就可以自己去公布這個知識 這些事情 對吧 所以 你這樣子 你自己可以學會一些新的知識 別人也可以 別人也可以知道 甚至可以改變政府的一部分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是 大家可以試著方向 這樣子 應該在講的就是 用open mind這個精神 把一些知識吸收整化 然後再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那說不定 別人就有機會再利用這個知識 去做出更多的東西 其實也是回歸到我們 最核心的這個open social的精神 那還有什麼 與台人想要補充的嗎 好 那今天真的非常難得 也非常榮幸 我們今天這邊在台上有 就是自由界 自由人體界的有疾病 那也有大企業 甚至大企業投資的 就是有了open精神的 誠職經常等等的 那讓我們看到的就是 其實這個社會 一個社會的縮影啊 各個的結構 大企業小企業不同的 那其實就是回歸我們 open source open data 最後來到open mind 大家真的是要透過 open mind這個想法 結合彼此 我們真的才能 共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讓台灣更好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 各位與台人 那我們 第一個部分就到這邊 請大家讀長一下 那不知道我們剛剛在台上 聊得很開心 那台下有沒有什麼想要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請教我們的羽探人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直播有辦法問問題嗎 那我自己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我們最近要更新的健保卡 對不對 那目前有什麼更具體的方向嗎 或者是大家都怎麼參與這個健保卡的計畫 我自己就滿有興趣的 我要怎麼改造我自己的健保卡 原來你可以改這個東西 就是從使用者的觀點來看 就是因為它是從一個計畫者 然後你要怎麼改的時候 大家都從一個點子去想 就是東一個點 西一個點子 我可不可以加一個新的功能進去 我可不可以讓它變成可以行動支付啊 還是什麼 可是這都是一個點子 跟我們原本有的習慣的路徑不同 對啊 就是那我要去知道的應該是說 從健保卡發卡 發卡之後讓使用者拿到 他拿到之後去醫院看病 看病之後他怎麼 看病之後那醫生接到這個卡之後 然後他去怎麼樣去使用 然後他怎麼去 他怎麼去申報 然後申報之後 這個資料又給誰 然後這個人 他會怎麼樣接收到這個資料 他會怎麼去擔心說你們這是冒用 然後到最後怎麼去核發的這一段路徑 去把這一段路徑裡面的所有的 所有的user 通通找出來 去想說這工作過程當中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如果我對這個專案有興趣 我應該去哪個網站看看 這有點像是 就是你要把 其實這件事情只是把 事情從頭到尾理清楚 每一個角色你都要找出來 而不是一個點子 你不要只從一個點去想事情 你是一個線段 甚至很多個角色是一個念的 對啊 對啊 它像是一個 這是叫服務藍圖 從設計界的角度來說 你可以去找這個東西 了解 也是非常有趣 好 那 有什麼 還蠻多問題 我剛剛是沒有看到 不好意思 剛剛有人可以再舉一次手嗎 那 我們請 喂 各位好 那 其實 今天大家都會想到說 改善 改善政府啊 改善世界 或是改善企業 那 比人我現在就是有在學習Dapp這個相關的領域 那 在我們這領域常會說要 定格管理或是改善 就是 我相信各位可能在 各個企業各個主持應該多少會遇到 這方面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推廣open source 或是 勢必也會對企業 會有一些 硬核的部分 想要 請各位 可以給 台下 給各位一些意見 就是如果 你想要推開open source 或是想要讓 政府變得更好 在追蹤改善的時候 可能要 怎麼樣 比較好 我特別想問來 好 好 明光我們有一個人有想法嗎 關於 改善政府的一些方向 我們先不要把Bordrey推上火線 不然他回去可能會 被很多責難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也在公務門 在私務門都呆過 然後 政府疾患的狗拼到照 大概也都看了不少 那個 那個 其實背後有幾個點 對老闆 對高層主管來說 他們要看到的 其實跟大部分想像的不一樣 我說的是 比較是 比較是 呃 我不是說壞的官僚體系 而是 有組織的負擔的那種 那種體系 因為官僚體系 不等於是政府體系 政府體系 也可以因為 有特定的角色的人 我指的那一位大家都看得到 我沒有說是誰 好 有這樣子的人 有這樣子的人 或有這樣子的一些 一些有心者參與 他也可能會改變 但是另外一種狀況是 因為我已經 因為我現在已經在特定的位置上 不管是公司 或者說是政府機關 他背負著他的壓力 那 針對改變很有可能 針對改變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負擔 改變造成的不同的情境的時候 他會有另外一種壓力 與其選擇走不同的路 他會寧可選擇用比較安全的方法去做 這可能是你想要問的問題 那這種問題我們不能講說怎麼去解決 因為需要時間去教育 那教育不見得是說 你每天去跟著老闆吵架說 你這樣做不對 這樣不會有結果 那需要 我們用個比較誇張一點說法 可能 鄉村包圍城市可能是一種辦法 沒事 沒事把老闆 把特定的人帶出來參加Cost Cup 也是一種不同的辦法 之類的 讚光回答可以接受嗎 可以 謝謝 我自己在大企業工作是十多年 其實很難說服老闆 然後每一個組織都會用每一個組織的權力責任 他的確不想犯錯 但不想犯錯 通常不會有做對的事情的適當時機 所以其實我每分工作也就是最長五六年 然後短的話就兩年 其實關鍵都在於是 其實他們都不是壞心 或是惡意 其實最大的問題都在於 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什麼 因為不知道不知道什麼 例如說改善那個就是 繳稅這些事情 說他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改善 他們不知道不知道要改善什麼 所以剛剛提出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其實我們做完後來就是一股叉 就是把一股叉 就把一股叉的一股叉做完 每一個部分作序都方談 那這個是一個很連串的過程 那我們後來用的話就是溝通 那有些都很難溝通 這個沒辦法 但是有些很好溝通 像我很好溝通 像我同事以前都說 我每次都用Line 用Email 用Facebook 聯繫他們交代工作 後來不行 只能用Stack 只要不是在Stack上 都不算數 OK好就被溝通了 所以從此以後 我們在工作上的表單 或是一些程序上 就因此被改善了 不會因為我個人關係被發散 那這個很個人 但是它其實也有一些方法手段 所以這麼多應用工具 不管是Opensource也好 或是不是Opensource也好 這麼多應用工具 你怎麼讓它知道 用了之後會改善它 或是不會侵害它的危機感 其實最主要是它怕 所以我覺得這個 在這個回饋上 還算就是持續努力的溝通 這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場每一位 都應該做的事 因為這個不是你溝通有用 或是我溝通有用 是大家都溝通的時候 會在某一個點上 就突然爆發了 然後就被溝通完了 例如說它 我相信在它之前 有太多人說 雖然你難用 但它就繼續用了 對 這才是一個 我們需要努力改善的關鍵 那這邊還有問題 我想要問林翔大哥 因為你是在這個領域 特別很特別的存在我們當中 因為你是一個音樂人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對於您創作音樂 以及Opensource這樣的市場 你覺得就是在我們能夠寫程式的 一個夥伴當中 我們能夠為音樂人做什麼 因為坦白在台灣的市場 做遊行音樂 或者是做藝文創作 其實是越來越辛苦 我自己也曾經有經營過 那個唱片的經驗 所以我們如何用這樣的展現的科技 去寫得到藝術創作者 或者是你有什麼期待 我們能夠為台灣的藝術工作者 來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今天講的主要 我們都是想從生活的實際 裡面去找到這個科技 可以幫我們解決 讓我們生活可以過得更舒服 那當然這是人性 那我想就是說 一個大的環境 或是一個 社會的組成 它除了有這些生活實際的需要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的精神 那我們幹的就是 音樂工作就是做這些事情 就是在文化創意上面的 它不使用 音樂你可以不用聽 你可以 一天不聽音樂也沒關係 我不行 沒有沒有 有些人是可以 有些人是可以 那我想的是就是說 就好像是我們一些 老前輩說的 就是說這整個世界的組成 是一種比較 算是道家太極人 那種陰陽 就是說實際的是屬於這個 然後也有一部分 要屬於這種比較虛的 比較精神的 比較文化的 那我現在在做的這個事情呢 很難去想像 我怎麼從音樂的工作裡面去 現實的環境裡面去獨立 我沒辦法 因為我只要想到這個我就卡住了 我完全卡住 因為我做的是虛的東西 我沒在想說 欸 音樂要怎麼賺錢 然後我們要怎麼用 open source 來怎麼用 來怎麼用 完全都沒在想 我想的是 我是一個音樂工作者 我專門在創造一個 屬於文化 精神 或靈性的 我怎麼可以使用這些 非 目前非 大的主流的公司 或是商業的體制建構出來的 這種遊戲規則來創作音樂 我想的是這個 要不然我就一直 一直等下再去用window 我一直等下去用 人家設計出來的那個produce 所有的這些很貴的那些 工具來創作音樂 可是事實上 創作音樂也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不用花這麼多錢 就可以做很好的音樂 那我所以說 open source 這個open source 這個觀念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讓一些創作者 可以不用 照著社會經濟體制 創作出來的某一些的 經濟的價值 來 跟大公司來合作 跟華碩或跟什麼 才可以來 來創作更好的東西 當然 也許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應該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不必靠大公司 或是 或是靠政府 好 看個人在這個 這個 你喜歡的這種 自由的網路世界的這個 這個 這個創作上面 你就可以盡情 不斷的去創作 然後 在網路上發表你的這些作品 然後 不是考慮到任何 市場的這些規則 那反而有更好多元的一些創意 更文化的產生 我最希望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我不是在排斥說 現在商業 構建好的這個事件 我只是在提供一個 不一樣多元的一種 小眾的一種思維 或是生活的方式 用open source來完成 我想的是這個 而不是說 一定要去改變 現在整個構築的這些 這些 實際會去面臨到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想的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靠個人 還是要靠個人 不能去靠大公司 或是靠政府 來為我們做什麼 當然 你如果要做一個很 有影響力的 的一個事情 它必須經由 政府或是團體的力量 來達成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對創作者來講 蠻難的 因為它 我們做的事情 都沒有任何太實際的績效 因為我們做的是空的 對啊 這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我 也許如果要考慮這個 要去問周杰倫 就是說 對那個 用貌分壽怎麼賺到 大量幾億的錢 然後 然後才可以來 來 使用這個工具 我覺得他應該不會這樣想 他應該就是 有這個能力 他就去買那個 所有蘋果 做出來的 那些很貴的 這些工具 肯定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 有一些不一樣 奇奇怪怪想法的人 應該用這種 Open Source的觀念 來做創作 我們今天在聊天的時候 就有聊到就是說 以前講 Open Source Open Data 它其實越來越抽象 那也是分享一個我自己的工程人的解讀 就是我們以前軟體也是就是寫來就是賣錢 就是微軟 微軟 那種走法 那現在已經越來越多人 你看網路上其實 我不知道有沒有上一個專案 其實很多大家是不知道的 可是很多其實大家都是用鹹魚的時間 就把它寫出來 有一天突然發現賣 大家的需求就紅了這樣 那我在想 這是工程的解讀法 林昌先生剛剛說的就是 我們不一定 一定得要用現在的遊戲規則 其實還有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有名的遊戲規則 像你可以自己現下的創作 放到一些 大家會流淚的品牌 其實現在也是蠻多的 然後雖然有一天 就獲得大家的認同 它就變成一個真實了 我想林昌先生應該是想要講這個方向 我應該會解讀錯了 這個是奇異的 是奇異 好 好 那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請 我可以問兩個嗎 好 勉強 應該是延續剛才那個林昌老師的問題 那如果說有 如果說有 open source的音樂創作的工具 可以使用的話 那不太喜歡用高科技的林昌老師 會願意試試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是想要請問那個 華碩的五種經理 就是想要請您再多分享一下 華碩已經有的 或是即將要有的 對open source有關係的 合作的計畫 或是任何相談的 因為剛才只有提到說 華碩已經採用了很多open source的發展 在工作上面 但是其實我還想再聽說 我當然很樂意 但是 我的年紀比較大 我的英文用不好 寫那些程式跟電腦溝通 是我的弱項 所以我在期待說 有沒有辦法中文化 就是打中文跟他溝通 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了 那為什麼沒有人在做這個事 對 為什麼 我們是中文化的人 應該就用中文跟電腦溝通 我們現在所設計的都是用英文 那我現在期待的就是 你如果是中文 我英文不好 這樣的話有一個好處 連鄉下沒有讀書的小孩 都可以跟電腦溝通 真的啊 因為他本來英文就不好 所以我當然很樂意 當然很樂意 非常樂意 謝謝你們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思考的主軸 叫AI大眾化 英文就是Demokratizing AI 講的白話一點就是 這些數位工具最後改變每一個Vertical 它必須要把門檻降得夠低 門檻降得夠低 你可能是2 可能是Data加2 等等 那舉個例子 像我也才跟 我內部的工程師才剛聊到 我們有開發一些自己的hyper parameter 2 就是AI相關的 那我們 我們是否應該open source 但這件事情的思維 可能就不是免費給別人用這麼單純 而是我透過open 我可以connect 多少更多的人 來跟我一起improve 最後我想要改善的那個價值 但我必須要講 這個也給Costcop一點 不能講挑戰 期望 就是我覺得台灣人在經營社群 還是大部分是followers 就真的下去組織一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而且會玩得好的人 我們如果從產業界來講 我們要找一個這樣的talent 也不知道去哪裡找 就是比如說他 我們 hire他來我們這裡 他來把我們這個mission做好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裡找 會用的人當然很多 但他要能夠真的連結社群 最後那個result是better 這個最後的技術 或者是有更多人 這個有更多影響力 這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還可以再努力一些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我們 在思考方面就是從數據的角度 就是一樣我們有一個digital vertical 就是vertical未來都數位化 那這個數位化裡面 code只是其中一個連結專家的載體 數據是另外一個連結專家的載體 所以數據如果都封在公司裡面是沒有未來的 但你的數據要如何開放 這件事情有很多 我覺得比code更難的東西 比如說 剛剛講的知情 就consent這件事應該怎麼表達 那他最後都還是有些商轉機制 那個商轉機制最後如何回饋到這個社會 其實不容易 像我們有在做醫療的數據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台灣的醫院表面上一定是非隱密企業 所以你要回饋給醫院這件事情 你要用利益回去他會聽不下去 那跟他的價值觀不一樣 但他在不在意 他當然在意 只是 這就是每個domain有他的文化 有他的barry 或是音樂人我覺得也是 最後大家社會是一個共同體 你要如何讓大家都能夠往下走 我覺得骨子裡 我自己看在這個開放性的 我們講open for connect open to collaborate 我覺得最後要有些新型態的數位領導者要出來 我們不能都是資源 數據是資源 code是資源 人是資源 但資源不會自己結合起來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整合的成本變得很低 但一定要總是要人take a link 去解決一個問題 不一定是純商業化 也有可能是像林強老師 那這種領導者我覺得台灣要更被鼓勵出來 我覺得這個台灣 現在大家覺得比較悶的事情才會往下走 我要講我覺得不一定是商業 我覺得就是大家要用氣去take一個過去覺得不容易發生的事情 謝謝 謝謝 那謝謝我總經理的這段勉勵 那這邊幫忙廣告一下 你要怎麼成為一個open source社群的lead呢 來Coast Cup當志工就對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的座談會議就到這邊 那麼相信各位大人物們應該不會走得太快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那個場邊來接他們 再問個仔細 真的是非常難的機會 好 那我們今天要在這邊 我們再次謝謝各位大人物 謝謝 謝謝